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游戏今天更新了 所以说小趴大早上就起来给大家看更新内容 首先是这个新服装,洋帆远航 这男角色看起来朴实无华 帅气稳重 就是看起来有点寒 而且呢,长了一个大长腰 这女角色呢,头发看着像水牛角 她一转身,我就觉得她这上半身 是不是有点太壮了 不过呢,这非常好 因为我又能把钱省下来去买拉条吃了 每次更新必不可少的坑钱活动又来了 虎虎深微 这一次出了一个新的战斗无人机的芯片 叫做战虎芯片 这玩意儿啥技能,能干嘛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而且呢,我们去交易之城我也没看着 不过好像不怎么好抽呀 但是里面的衣服撤出来确实是非常的好看 比如说我同居玲玲 她抽了这个粉色的清凉假期 看起来特别像花姑娘 还有一个福利叫做清凉小队 这个模式呢,大家需要找三个队友去完成指定的任务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白嫖到50个配方产业 这么好的活动一定要参加 还有一个活动叫做神秘商店 大家可以抽取专属折扣 但是小趴特别黑 只抽到了8.4折 不知道你们的折扣是多少 OK,咱们分享不了,所以说就不抽第二次了 我抽完发现这东西她瞄的花十块钱十几块钱买点新币技能点 我傻吧 我 然后就是无人机图谱还有无人机机仓强化 图谱的话去抽配方就行了 小发只有一个基础芯片配方哟 然后无人机机仓强化 这里呢有七个技能 其中有两个是不需要用到扳手的 而这个扳手是挺贵的 2000斤条一个 哇,这点下来他们要的必须几百万新币 几百万斤条才能搞定啊 不过呢,小趴我不着急 慢慢搞吧,这个玩意儿 接下来这个高校正书是小趴玩明日之后以来 最愿意给网易送钱的一次 咱们直接送了他98块钱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进阶版的奖励还是非常丰厚的 除了有一个背包以外呢 咱们还能领双倍的高校奖励 如果你是大佬的话 你可以直接花钱把这个奖励怼满 看看你能不能抽到蓝色的枪口 蓝色的卧币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说这个钱我特别愿意花 好,现在咱们辐射高校打了十层 来开一下宝箱 一个五阶的轻型枪托 时装抵用券 还有辐射高校专用的食物 以及新币 看一下探索版的 三级轻型枪托 战斗经验二十九万 还有高校专用的食物 以及新币 咱们威客玩家的话 慢慢做任务的话 慢慢给他搞到六十级 领奖励就行了 如果到最后实在搞不到六十级 咱们再花钱去 给他搞到六十级 对吧 如果你是大佬的话 随便整 我是小趴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